今天一起來聊電影的好朋友就是Gordon 好 各位我愛看電影 Gordon 朋友大家好 我是Gordon 我們今天另外是來兩位特別來賓 他們在明日之星的表現都非常的優秀 首先要介紹的是蔡佳麟 佳麟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另外一位呢 這今天穿了他的打歌服 我是許富凱 富凱好 兩位如果要問你們的興趣一定是唱歌嘛 除了唱歌還是唱歌 那可是不談唱歌的話 回歸到一個觀眾的本身的話 看電影最喜歡看的 類型的電影嗎 我是比較看動作品 類似富凱水聯盟 或是鋼鐵的那一種的 就是一般大眾口味 對 大眾口味 對 我很喜歡看劇情還有愛情 還有歌舞劇的 我很愛看國外的一些歌舞劇的影片 因為我覺得他們唱現場 功力實在太厲害了 對 真的很厲害 所以你在看電影的時候 還是忍不住私底下會做功課就對了 我是唱一下就自己哼哼唱唱就對了 這個兩位跟我們好好聊的電影之外 當然也有精美好禮要送給大家 就是兩位的最新專輯 不過我們現在只先看到蔡佳麟 佳麟的 因為這個富凱的還在這個封面感印製當中 在工程裡面 對 所以沒關係大家到時候 他還是會送給大家專輯喔 佳麟只要拿很久了 我一直趕快想拿過來 謝謝 謝謝 好 那要如何得到這個兩位的最新專輯呢 當然就是要仔細收看我們的節目 因為節目最後兩會會出題目來考大家 我們今天要聊的第一部電影就是 《壁花男孩》 有一個日本的電影叫做《再見總有一天》 然後也是小說改編的 然後女主角是中山美歲 男主角是西島秀俊 就愛情片 愛情片 然後他演小三 對 他演小三 因為對我們唱歌來講 我們都會看一些比較愛情片的東西 所以比較容易讓自己唱歌更有感情這樣子 對 好 那佳麟喜歡的呢 我最喜歡的是比較動畫 那就是《海賊王》 哇 你們兩個反差好大 反差很大 對 我覺得那個《海賊王》是老少嫌疑 裡面卡通人物都滿可愛的 有喬巴 你們兩個私下的交情好不好 很好 可是兩個個性應該差滿多了吧 是 對 因為從剛剛最喜歡看的電影類型 還有最喜歡的小說改編的電影 那你直接是跳到動畫去 其實兩個 這類別差很大 等落差很大 好 那我們回到這部電影裡面 這其實我覺得很妙 這個愛馬華森跟羅根勒曼 兩個等於都是從有魔法的學生 變成平凡的美國高中生 沒錯 先講這個男主角羅根勒曼 其實你們有看過《蝴蝶效應》嗎 有 《艾西頓故事》那一部 在2004年的作品 其實那個時候他就演了七歲的 《艾西頓故事》 然後有滿多驚人的演出 那其實後來他在這個 《克里斯金貝爾》 《天安騎士》的男主角 他在這個決戰3點10分的時候 他就演他的兒子 其實表現也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滿多人說他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就是社群網站男主角 潔西愛森伯格的下一位的一個接班人 因為其實他的戲其實挺好的 雖然年紀輕輕的 那講到這個可愛的苗栗 艾瑪華特森 前一陣子在今年3月的時候 有這個夢露與我的浪漫週記 雖然是演配角 但是其實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聰明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一個女性 你看前一輩的林塞洛涵 對 真的 足球遊舞 亞曼達 拜恩斯 你看了之後你真的會不勝唏嘘 同時你再去對照 跟這個愛馬史東 差不多年紀的這艾瑪華特森 你就覺得 其實新生代的女性 並不是只沉迷於自己的一些 私人的生活或是糜爛的 有很上進的 駐艾瑪華特森 尤其他那麼小就有名了 對 很小 有名真的是很危險的一個大考驗 所以你看她22歲 她下一部戲是跟這個 羅根勒曼再次合作 在諾亞方舟裡頭 就是黑天鵝的導演 對 黑天鵝導演 就是重新又把兩個人都在一起演 這個諾亞方舟 同片的演員還有羅素克洛 所以大家很值得期待這兩個新秀 包括凱文怎麼了 這一個旁邊這男生 也是很厲害的演技 你剛剛提到的是愛馬華森 因為從小時候就很有名 就是你剛剛說 越小有名的越要小心 越容易會沉淪 對 沉淪 這個電影裡面 因為有描述到一些青少年的問題 那青少年的問題 包括可能就是有感情 那有些青少年容易誤誤其圖 所以裡面也有探討毒品 還有一些關於性方面的問題 也因為探討的內容裡面 有些是蠻敏感的 對 所以有些學校把它當優良毒物 但是有些學校就把它當成禁書 這反差很大 就像人外的個性反差很大一樣 好 我們就講這個 如果不看字會以為是寫信片 就沒有想到是這個歌喉戰三個字 完全不一樣的 這裡面講的是個資深的編輯 他去採訪全美國的女子美聲團體的比賽 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個美聲團體的比賽 其實講的就是都是輕唱 是 等於所有裡面的人 你看到的都是輕唱 然後用重唱的方式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的樂器伴奏 既然提到唱歌 輕唱 兩個人的輕唱經驗呢 富凱 在學校不管你是同樂會也好 或者是學校一些活動 都會被拱上去唱歌 因為小時候 我接觸都是台語歌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同學唱的 可能就是什麼 范曉萱的那些什麼 很清純可愛的歌語歌 所以我的唱的就是 悲情的台語歌 所以那落差很大 然後有時候在同學面前 其實也太... 也不是說台語歌爽還是怎麼樣 可是那感覺 你就會自己抬不起頭來 可是你這樣才獨樹一格啊 小時候不會想這麼多 小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跟大家不一樣 對 為什麼跟大家不一樣 為什麼大家要唱了 很可愛的歌 為什麼需要唱那麼悲情的台語歌 對啊 可是隨你講到後 只有你出唱片啊 你這樣講也沒錯了 對不對 對 好 那夏琳呢 欸 那就像富凱 那你是被拱上去的 那我是在國中的時候 在上加徵課嘛 男生嘛 那對加徵課比較沒有那種興趣 然後就說 老師就講說 上台嘛 都在台上 你會有什麼才藝 那我就 好吧 我既然都沒有什麼 那我就唱歌吧 啊 唱歌 老師說唱歌 好啊 那你就現場唱一首吧 然後我就唱了 那時候唱了李立芬的 唱得得意的笑 然後結果唱 底下滿 底下的同學都滿吵的 但我一開口唱一下 竟然全 全班上的同學都非常安靜 都蹲在那邊 看在唱 這感覺很爽的啊 感覺就 欸 雖然我加徵課我什麼都不會 但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是會唱歌 對 那我心情就非常好 那時候很有成就感吧 對 那回到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這個女主角安娜坎卓克 她在第一部 就是讓大家看到她 目光之城第一集的時候 其實當時沒有人會注意到她 因為她只是女主角旁邊的同學 但是沒有想到她演了 《行男飛行日志》之後 這知名度大開 而且現在戲路比目光還要廣 對啊 因為目光 你大家說她只會臭臉啊 一號表情 但是這個女神 雖然她不是長得特漂亮 但是她真的有很有觀眾緣 所以你看她今年八月份 不管是配音的 派拉諾曼 林東小子也好 前一陣子的火仙赤子晴 到這個歌喉站 片約是不斷的 你可以看到她是很受喜歡的 受期待的一個新秀女星 而且相較你剛剛說的 克里斯丁史都華 這樣的對比之下 克里斯丁史都華也不是 不會演戲 但是人家對於她的臭臉 好像很有意見 我說是一號表情 你說是臭臉 對對對對對 不過那幾個女的 常被相提並論嘛 就像目光女 還有珍妮佛勞倫斯 對 艾瑪華森 還有艾瑪士東 對 可是這幾個裡面 其實以受歡迎的程度來講 大家 始終都覺得 目光女就是感覺 就只有一號表情 對 現在美國最後應該是 饑餓遊戲的 珍妮佛勞倫斯 跟這個蜘蛛人的 艾瑪士東 對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部電影裡面 這個安娜坎卓克 在裡面就演一個 其實她是大學新機的人 但是她一點都不想要 加入任何的社團 其實 美國學生很喜歡 加入很多社團 但是她一點都不想加入 可是有一天在洗澡的時候 竟然有人闖聽她說你 因為她邊唱歌邊洗澡 說你唱歌聲音太好聽了 一定要加入我們的美聲團體 這美聲團體就是清唱 對 好 結果她不但加入了 而且還帶領她自己的這個社團 去參加全美國的比賽 情跟麵包都是人生很重要的課題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部麵包情人 是一部紀錄片 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這個導演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時間 紀錄一群這個外籍刊 而且到最後也跑去菲律賓找他們 看他們現在所過的生活 這紀錄片其實看到最後會很感動 我自己看過 因為你會看到這個 女人為了家庭犧牲奉獻 然後跑到外地去工作 這個電影裡面除了就是 讓人家感動之外 還有一個可能跟兩位也應該會心有氣氣焉 因為他們講的都是離鄉背景 這兩位離鄉背景的心情 布凱鮮好 因為我剛好看到片段嘛 然後就看到其實 那個片段會讓我想到阿嬤 就已經去年過世阿嬤 然後現在一個人在台北 然後那時候因為剛好阿嬤過世 有人在台北沒辦法趕回去 對 所以 知道那一剎 那是覺得是透過了解跟我講才知道的 那那一個陣子真的是蠻低潮的 因為就覺得沒有辦法回去看自己最愛阿嬤 現在在自己在台北 還是有一點不習慣 因為在高雄 高雄屏東嘛 我們是那邊的人 那邊環境可能比較寬闊 不會像台北這麼的小 然後生活不得這麼快 對 所以現在還在私營當中 那有時候媽媽也會上來陪我 對 那家裡離鄉背景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都住宜蘭嘛 對 都每天工作 都跟家人相處都習慣了 然後時候大概在明天執行 然後發片當歌手 然後就到台北這樣 台北也有住房子 我們一出去就是像中南部 就一個禮拜 就沒有辦法回家 其實我是 我爸爸身體不好 常常就是騎腳踏車 或是要買菜或是會跌倒 然後我就會想說 我爸爸現在身體過得怎樣 他好不好 有沒有吃飯 因為之前每天都在家 都可以照顧他 都可以照應 那時候我們去外面做活動 也經常講他爸爸的事情 對 因為我講到爸爸 那時候常常跌倒 他就會想說 看到路旁的一些阿伯 或者是石荒跟老人 就覺得說 我爸爸會不會像他這樣 在外面流浪 對 那我心情就說 很想落淚 就是會很 會想落淚這樣 會想落淚 真的 你看 可是沒辦法在外面打拚 真的 其實巧的是 這個導演為什麼會拍這部紀錄片 也是因為私人的情感所引起的 而且他為了外婆 他割捨了他好不容易考到了 電影系的一個 紐約大學電影系 他都已經決定要赴美人 在1996年的時候 但是聽到外婆的這個生病 然後要被送去安養院的時候 他完全是毅然決然的 放棄了他的未來的一個發展 他選擇了家庭 選擇在安養院裡頭 照顧他的外婆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話 開闢了他另外一條路線 但是沒有背棄他 當初想要學電影的路線 就是他看到了 這時候在安養院裡面的一個狀況 他看到了這些非律賓的一些 外籍看護 對 非媽 去照顧這些被照顧者的一個老人 生病的老人 我相信李靜惠黨員想要透過這個 家國四部曲的最後一部 麵包情人 他想要灌輸的是一個亞洲 這種新女性 移民的新女性 他們為了一個工作 為了生存 為了家人的一個 比較富裕 他們異國來到這邊工作 我覺得其實他想要灌輸 這種女性的力量 為生存 為家人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 麵包情人 可是他帶有科幻成分 顛倒世界 這女主角是舊版的 克斯汀登斯特 其實他演戲經驗很豐富 不過我這邊先好奇 兩位最喜歡的女演員會是哪一位 大同口味入獻嗎 對 果然是安潔莉娜球女 真的很大女孩 對啊 他演了一個古木奇兵 哦對 對啊 很美 哇真的 你就選擇那種 深深被他吸引住 性感辣妹 對 性感 超性感 真的 那富凱呢 我喜歡是華人代表鞏力 我也以為你會挑那種比較可愛的 沒有 因為我覺得他會帶點那種 東方人的神秘氣質 對 而且 就是他第一部的那個 我看他第一部的電影是 《唐伯虎典秋象》 那個我們大家應該都印象很深 我也很可愛 這部電影很可愛啊 對 就是電影台看了 你還會繼續停著對不對 不論你看了很多遍 你只要轉到就還是繼續看 對 就目前為止很好看 因為很好笑啊 周星馳太厲害了 周星馳我一直覺得 他以前的味道比較對 對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電影台 常播的那幾部 是最經典的 加油喜事也經典到復興的 超好愛的 香港賣翻了 然後你看他後來變得特效多了 但是都不及他原來那種 港式原汁原味啊 石神 或是更早期的那種的 每個人的風格在變 可是就要看觀眾買不買單 就希望早一點 如果他早一點的時候 讓美國觀眾看到他早一點的作品 我覺得其實蠻更好的 不過你提到這個早一點的片子 我就想到 我們這位女主角 克斯丁鄧斯特 他可是從這個小童星開始做起 他有演過夜紡西邪鬼 很好看 小小女生耶 對 你沒有想過199491年的時段 對不對 夜紡西邪鬼那時候 哇你就看到一個女生小小吸血鬼 然後一直剪他的頭髮都剪不斷 會一直流長 剪完之後一直流長 然後女生你看他長大了 還是長那個樣子 是沒有什麼變 跟他沒什麼變 看起來真的就是長大版而已 然後有點虎牙 然後就是真的樣子 其實還蠻像吸血鬼的 不過你看他之後啊 他挑片是很認真的 比方說他去年得到了 這個坎晨穎後的作品 《驚悚末日》 拉斯芳提爾導演的 拉斯芳提爾導演跟他同一天生日 完全抓到他另外一面 然後在這個戲裡面 他三點全落 哇 完全是徹底的 把他所有的芳心都解開 他演了一個非常憂鬱 非常抑鬱 有點憂鬱症的一個新娘 面對這個即將來年的末日 然後他的那一種內心戲 都演得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讓他得到坎晨穎後 我覺得他之後的戲都會 一直往這個 雖然他揮別了蜘蛛女 他是上一代的蜘蛛女 但是我覺得他揮別了蜘蛛女 之後他的那個空間更廣了 他一直是朝他的演技實力 就不像本來的蜘蛛人 可能就局限比較多一點了 曹比麥克爾其實也在努力啦 比起來的話 他已經被李安導演少年拍 全部都剪掉了 然後他的大人小專又延期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也面臨一個關卡 我覺得還是給他一點空間 所以演員就天時地地人和嘛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顛倒事件 這竟然是一部愛情片 兩位最喜歡的愛情片呢 愛情片喔 鐵達你好 幹嘛笑我我也是我也是 那我投一票我也是 為什麼 我從以前到現在 你也是喔 你也是喔 真的嗎 好 三票 三票 怎麼樣 你們也太狹隘了吧 我從以前到現在 非常非常經典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每一次說愛情片 我都會提鐵達你號 我都很神奇 你們真的嗎 冠軍的第一名的愛情片 我現在都開始 最喜歡的是啊 哇 我昨天還來看一次耶 拜拜 謝謝 天頭 我很高興 掙入了這麼多集的演 那個 這到底呢 講外國的話 嚴格說起來 是艾蜜蜜的異想世界 是我最喜歡的 那我們比較大眾口味 再見 拜拜 我們聊天一下 那他可以自己再開一桌去 好 這次電影裡面講的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 顛倒事件的海報就知道 顛倒世界嘛 這星球裡面有上層世界 跟底下世界 階級差別 越不能談戀愛的人 就一談起戀愛 其實會吸引大家 越想看他們兩個到底能不能在一起 嗯 對不對 這樣專角 我覺得也不錯喔 金牧師特格斯 爭愛一條日子嘛 嗯哼 愛是唯一 他也是一個 訓俏 然後 有一雙深情的眼眸 很多女性觀眾看不會落淚的片子 是啊 這珍愛挑日子我也蠻喜歡的 不過我要承認我最愛的還是鐵大尼 哈哈哈哈 神時 再見